佔領運動在去年年尾結束後 有人還在堅持 有些留守人士在政府總部外面的 這段行人路繼續搭帳篷 由下角度到天美道一帶 一共還有160個帳篷 有留守者跟我們說 上駐天美村的大概只有30人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 說到帳篷有蚊蟲之身 又有攻擊性武器 但現場我們見到的耕地 樹室 日式許願場都算整結 在這麼熱的天氣之下 都很少帳篷有人睡 帳篷內外都有雜物 偶爾有些警察經過巡邏拍照 民建聯陳鑑林之前形容天美村 龍蛇混雜是最惡的溫床 但留守者就不同意了 我們這麼多天都沒有嘔吵、打架 除了鑑魚一兩個 有些村民不配合 一定有的 電影派沒有經常說 看到有甚麼刀、火水爐 你又不真正拿出來 影韻一樣強握住 那你就說話好說 我也是為民主 還有我們自己覺得要爭取一些 為我們的公義 香港公義繼續堅持下去 不過我們已經預料了 預料會清 因為如果政改 我們泛民都贏贏了 那就沒有意思了 仍然出去做地區事 下去做地區工作也好 我們可以見到立法會外面 已經放了這些X光機的裝置 可以見到立法會的保安程度 已經去到國家邊防出入境的程度 我們可否說立法會 是香港境內的獨立存在 其實香港是否有一國三制 距離政改表決還有一個星期 到底天美村何去何從 會不會成為下一波佔領的先頭部隊 在這裏我想送一個字給香港政府